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啊我就卡啦 不管怎么办 民众党就用一条人命来抹黑我 啊他们都出大招啦 我就乖乖不讲话啦 我身为一个受害者 我被他们攻击 被他们言语羞辱 而且我距离他们超遥远 还在警察旁边 然后现在他们抢我的器材 过两天之后去跳楼 现在说我是杀人犯 那就这样子啊 也好在我扛得住这些压力 我不会做傻事 我不会做傻事 大家放心我不会做傻事 预告自己下周要低调先消失7天 不过晚上这场直播收获多多 冲上台湾YT斗内排行榜第一名 将近六万九千元 四叉猫他说以前用手指月亮 隔天会被割耳朵 现在对四叉猫比中指隔天会 口吐白莫昏倒 而且我没有想到在下面留言的 唯一一位这个是 明朗的明代黄琼慧 桃源市议员留几个字 我狂笑不止 所以政治粉专政客爽也就是说 那是你一个议员该笑的事吗 你没有社会责任吗 民事拿纳税前的议员整天讲的话 都向网路酸民 在议会问大家你漂不漂亮够瞎 连癫痫患者发病也可以笑 如果不是的话 你要不要讲一下是在狂笑什么 你吃饱太咸吗 四叉猫虽然没有民进党的党职 但是好像总能为绿的办事情 当时这个陈时中的影片竞选影片 他也是在参与其中 但是他这样子做 是不是带来很大的效益呢 现在有三例替他算一算 总收益YT斗内加通告 一个月光是8月份赚了50万元 如果四叉猫 不是民进党执政党认证的网军 警方为什么第一时间 连查都不查 就要出来替四叉猫开脱 而这一次小草发生了这个坠楼的事件之后 很奇怪的是 绿营有任何人出来 觉得这事情不妥的吗 绿营有没有觉得 应该要把这种 不好的风气来遏止下去吗 没有耶 当做没事 好像感觉是只要是帮助我的人 帮助我的网军 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被接受 都是可以被纵容的 今天就看到新闻 还有很多的党部的同仁 传了一个讯息给我说 我们新北的小草 一个支持者发生不幸的消息 去年在主席选总统的时候 你们如果记得蓝白河 那时候破灭之后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们主席要找很多的行程 可以去跑 然后那时候我们还被很多的 特意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敌军也好 去笑说 你们回家堆没有行程跑 你们记得那段时间吗 那在那段时间的时候 双北的议员 还有很多的伙伴 比如说宜萱 那时候还有宝征 大家站上街头 发起了议员的街头开枪 这个伙伴 这个支持者 他每一场都到 我的印象所及 他真的没有一场没有来的 再到这一次的事件 在北京的门口 他两天都在 所以今天下午 当我们同仁告诉我说 有这样的事情 那是他的时候 我真的是心很痛 很难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或者是他的想 他当下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现在的调查的结果也还没有出来 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去做太多的揣测 但是今天我问我很愤怒的是什么 当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已经看到了 网络上很多的彻翼 开始攻防 那当然他 在现场 他跟四叉猫 起了一点冲突 然后 四叉猫也告他 但是这些都是一部分 这是一部分 但是我要讲的是 今天我已经看到很多的彻翼在攻击说 民众党 你们在操作这件事情 当我看到这些彻翼粉砖 在试图带这样的风向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这些人 真的是连最 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 你们什么时候看到民众党在操作这个事情 我们比谁都更难过他的离开 那为什么这些彻翼要这样做 我也可以跟你们讲原因 他们在打预防针 他们怕这样的事情造成社会上面的 舆论的反扑 所以他们要打预防针 开始带风向说民众党在操作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样做呢 我相信大家信一把尺 今天我还看到四叉猫在粉砖上面po很多的po文 说什么跟他没有 跟他没关系吧 还是什么他也是受害者 等等 那这两天 我就请我们的同仁帮我整理出 他发生跟四叉猫的冲突之后 网络上的一些留言跟言论 他被肉搜 其实肉搜的不只有他 还有很多人被肉搜 甚至我们新北党部的干部也被肉搜 他被肉搜 甚至有很多对他是很极端的言论 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样去跟大家形容 这种感觉 除了对他的不舍跟难顾以外 我觉得这个社会病了 这些侧已疯了 这些侧已疯了